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同海关展开追捷 由于附近海域正是进行机场三跑工程 交通繁忙 最后快艇成功逃离香港水域 海关在渔船上检外的花旗心 一共重34吨 警方拉了船上7个本地男人 年龄介乎25至69岁 初步调查相信这批花旗心准备运到内地